大姐你以后别给我这种衬衣了 不好卖 我们店只要畅销款 所以我把这些衣服给你去掉 你店里就都是畅销款了 你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了 对吗 对啊 有没有喝过奶茶 喝过 那你有没有发现奶茶店里 总有几个爆款的单品呢 好像是的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 一个奶茶店有几十种口味 但是卖的好的只有那三到五种 这三到五种的口味 能占整体营用的60% 甚至可以占到80% 那为什么他不只卖这三到五种 把其他产品全部开掉呢 那这样不都是爆款了吗 嗯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女装店也是一样的 女装店的产品呢 构成是非常讲究的 从功能上讲 要有形象款 流量款 利润款 补充款 形象款未必每个人都能接受 但是却是树立你个人风格的产品 流量款顾名思义呢 引人入店 降低消费者门槛 利润款不一定是最好卖的 但是却是赚的最多的 补充款看似很鸡累 但在搭配过程中啊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风格上看呢 一个合格的女装组货零售店 至少要兼顾休闲 基础 时装 这三种才能达到销售的最佳组合 我明白你只做复古的 你的风格也很统一 但是你的复古 是不是也有基础款和时装的分类呢 最后从品类上讲 一个店铺 长款外套 短款外套 衬衣 T恤 马甲 对西尔 长裤 短裤 不宜牛仔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品类 却一个品 你搭的衣服有时候就少一种可能性 所以啊 之所以会出现爆款 是因为有这些服装品类的支撑 你才会成为爆品 你把它们都撤走了 爆品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大姐 关注我 学习更多开店技巧 我 我 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